堂堂九五至尊 竟被太医诊断出了喜脉 保不起还是百年难遇的石暴胎 尽管暴君平时离惨无人道 杀法果决 碰上着孕土照样浇入的不能自理 吓得身旁的孙公公 生怕他动了胎气 要知道最初阿渊也是不信的 他好好一个八尺男儿咋去怀孕了呢 可以想到眼前的俩太医 都是太医院里的老人了 医术自然毋庸置疑 事到如今 也只能一副落胎药稀释宁人了 到底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仅仅两分钟 阿渊就安抚好了自己 随后他又摆出平日里的暴君姿态 今日之事不准说出去 否则正摘了你们的脑袋 导致光阴刚落 阿渊头顶就传来一声巨响 一个如花似玉的小丫头骗子 就这么水淋淋的落在了他的腿上 但初来乍荡的凝香香 显然完全没有意识到此刻事态的严峻 还一脸好奇的戳了出阿渊的脸 这下阿渊彻底毛了 本来怀孕就烦 还给陌生女人调戏 于是下一秒他就打手一挥 将宁萧萧直接甩出了无理地 见状宁萧萧立马跪地求饶 虽然不懂到底发生了啥 但这人这么凶 姿态放低一点准没错 面子啥的哪有小命要紧 可被宁萧萧那么一撞 阿渊突然就觉得肚子不大得劲 该不会要生了吧 想到这 阿渊只觉得如临大敌 也没功夫跟宁萧萧计较刚刚的事情了 也是这时宁萧萧才真正地观察起阿渊来 单凤眼 朱砂痣 宁萧萧越看越眼熟 越看越心慌 这不是自己最近看的小书里的男主吗 他竟然穿越了 还好死不死地刚好砸在了这暴君的身上 根据小书的剧情设定 男主阿渊就是个冷血风批 暴力不堪 视线残忍 却独独是女主的舔狗 但很显然 宁萧萧不是女主啊 所以这坏心眼的男人 必然不会放过自己 但意外的是 被宁萧萧那么一砸 阿渊的喜脉竟然没了 得知孩子没了的消息 阿渊明显松了一口气 误诊的太医 也只是被送去寺院喂马 处置完太医后 就该轮到宁萧萧了 从孙公公口中得知 这副身子的主人 是御前洒嫂的宫女 今日的差事 是负责清扫房顶上的落叶 看来这砸身上的闹剧 还真是无心之过 我那眼前瑟瑟发抖的宁萧萧 阿渊想到 自个儿是被她这么一撞 才没了喜脉 便难得发起了善心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回去吧 听了这话 宁萧萧拔腿就跑 边跑心里还边嘀咕 杀雕宝君怀个孕 连性格都变了 而这阵心声却冷不伶仃地 传进了阿渊的耳朵里 她瞬间暴跳如雷 谁在喊我暴君 但回顾四周 显然空无一人 对此阿渊心头一颤 刚刚究竟是谁在说话 这人又是从何处得知 她喜欢豢养沙漠之雕的呢 而另一边宁萧萧 依旧不敢相信 自己已经穿越的事实了 她试图用睡觉来麻痹自己 可现实很骨感啊 宁萧萧非但没有回到现实世界 还意外召唤出了穿输系统小七 据小七所说 如果想回到原来的世界 就必须将原剧情崩坏值 累积到百分之百 原著文档可以随时阅读 按下下方暂停键 就可以停止书中世界的时间 处宁萧萧本人以外的所有人 都将定格住 这便是宁萧萧作为宿主的初代金手指 后续任务完成的越多 解锁的金手指就越多 并呈着既来之则安置的心态 宁萧萧大胆接下任务 谁知第一个任务 就是猛掐暴君的大胸鸡 面对如此流氓的任务 宁萧萧忍不住破口大骂 但不满也只局限于嘴上的妈妈咧咧 她的行为依旧乖巧懂事 因为下一秒 宁萧萧萧就穿着夜行衣 偷偷潜入阿渊的卧室 只见她捏着嗓子说道 皇上该起床尿尿了 听到声音 阿渊缓缓睁眼 说是吃那是快 宁萧萧两只小手 直接袭上了阿渊 两团白嫩健壮的胸肌 猛的就是一掐 可刚掐完 阿渊的大手 也死死地固住了宁萧萧的脖子 她猛的一惊 在心底暗骂狗皇帝的反应 为何如此迅速 她让这句话也一字不落地 传进了阿渊的耳朵里 听到这熟悉的心声 阿渊立马认出了宁萧萧 而宁萧萧眼看 近乎没有逃跑的可能 连忙大喊暂停 等到周遭的一切都静止不动 她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好在有惊无险 任务也算顺利完成 由于主线剧情有了1%崩坏 系统奖励了宁萧萧一个新技能 暂停键 可随即将剧情倒推三分钟 方便在宿主做出错误的决定时 及时更正 今晚既摸到了硕大的胸肌 又完成了任务 宁萧萧越想越开心 很快便美滋滋地入睡了 而另一边 等到阿渊回过神来的时候 早没了宁萧萧的身影 她很想告诉自己 这一定是梦 可胸口的痕迹却骗不了人 一想到宁萧萧那个色女 又是骂她 又是占她便宜 阿渊心底的气就不大一处来 于是三更半夜的 就派侍卫将熟睡中的宁萧萧 抓到了昭阳宫 对此宁萧萧也是一惊 她也没想到阿渊这么快 就发现了恰他胸肌的人是自己 但面对阿渊的质问 宁萧萧只能装傻充愣 故作委屈巴巴地望着她 但很显然 阿渊并不吃这套 她不仅不吃这套 她还听到了宁萧萧心里的碎碎念 你没事吧 你该不会真的指望我亲口承认 昨天晚上 就是我掐了你的胸吧 听到这里 阿渊算是明白了 她是真的能听到宁萧萧的心声 可这女人未免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于是阿渊下令叫宁萧萧仗则一摆 打到她说实话为止 眼看情况不对 宁萧萧立马使用刚获得的倒推剂 转眼间 时间真的回到了阿渊问话前 这次宁萧萧没装可怜 而是找了个借口 表示自己干活干得太晚 一不小心就走错房间 走到了阿渊的房间 发现阿渊被子没盖好 便想替她盖好 谁知黑灯瞎火的 又一不小心碰到了阿渊的胸肌 便宁萧萧说得情真意切 阿渊却暴跳如雷 你是不是觉得真是傻子 你觉得你不是吗 你的人设本来不就是智障舔狗吗 听完宁萧萧内心的吐槽 阿渊更气了 不行 她要打人 她要拿戒指打死这个放肆的女人 她要打死这个放肆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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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要打死这个放肆的女人